新北市永和国中的舞团是校内的社团 有三分之一学生在国中之前都没有练过舞蹈 也因此学生愿意花更多的课余时间来练习 让舞团在成立的第二年 就拿下了全国学生舞蹈比赛的优胜 练舞前各种困难拉筋暖身动作 为呈现优美舞姿打下基础 指导老师蔡怡婷带领转型成功的永和国中舞团 在今年的全国学生舞蹈比赛中夺得优胜 在社团性质的时候 它比较多是以那种流星舞 比方像是韩国的MV舞蹈那种为主 那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参加这个现代舞的比赛 因为以前是社团性质嘛 那就是比较小 那学生的数值可能就比较不一 那我们成立这样子的一个舞团之后呢 其实可以让更多可能原本或者是国小 已经有基础的学生 到了国中可以继续的把它做得更加的深入 所以也是这个契机 让我们参加这个现代舞的比赛 正因为舞团是学校自主 非国小舞蹈艺术选才入校 全团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在国中前没有练过舞 其实一开始就是我筋超硬 然后就压得很痛苦 然后练的时候就都跟不上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练习 然后我有努力比别人更努力 那我觉得这就是好的 然后有得奖我也觉得很开心 就是我努力 然后我有成功 我有拿到成果 这些没有舞蹈底子的学员 对自己的期许其实更高 愿意花更多课语时间练习 回家有时候就有空的时候就 再就是找一个空地 然后就自己拉近这样 通常会拉多久 大概三十分钟吧 每天都要这样练吗 没有每天就有空假日的时候 这样子才会比较可以接上来 对 就是比较容易跟上他们 可以就是跟学姐一样可以再好一点 或是比学姐还要再更好 这一次参赛的舞马 那年我们的梦 老师将国中一天的求学情况 编成舞蹈 学生跳起舞来更有共鸣 一举获奖 老师在编舞前就有先问过我们 就是对什么觉得很痛苦的 他可以比较好编舞 让我们跳舞的时候 可能比较有感情可以带入 然后第一段的时候 大概就是大家上学很匆忙 然后就是快迟到的感觉 然后第二段就大概是 上课上到一半 就是很想睡觉 然后就想在梦境那样 所以很柔美的感觉 然后第三段大概就是快考试了 然后就压力很大 要一直读书 大家一直筛考卷给你 然后你就写不完那种感觉 家长学校资源协助 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的练习 成就永和国中舞团成果 造就亮眼成绩 修正比较小学校资源华 al年转的词